108年小新法律座堂會及個案公益服務 我們是108年第三次 我們現在進行針對剛才的問題 老師所講的法律教學內容 還有所謂的個案公益服務部分 我們進行第二段直播 那本直播是經過當場的當事人同意 同意直播 OK 開始 那因為最近我們就有一個個案 就是說因為我們買房子的時候 建商他也是經過我們政府單位 他就是說核發的建造跟使用執照 這也是一種信賴保護原則 我們來跟你買房子的時候 你是經過這個政府許可的 你也有使用執照 我跟你買房子 結果後來20年後 突然我們接到那個管委會 接到一個通知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什麼行政 什麼什麼吧 就是所謂的無障礙設施 改善了那個一個文下 說之前我們有到你們社區來看 發現哪邊哪邊哪邊不合格 需要做改善 如果不改善的話 限期不改善 我們就要依他們後來的一個所謂 訂出來一個法律什麼 就是說要罰多少錢 如果不改善 然後要罰到你那個改善位置 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當時我們買房子的時候 20年前你們政府沒有規定要做這些事 所以建商他也符合你們要求 也蓋好了 然後你們也給他使用執照了 為什麼20年後變成我們住在這裡的人 我們要來負擔這個責任說 我政府說你現在因為無障礙設施 你哪邊需要補強改善 你若不做我就要罰你錢 好 這樣問題提完了 這個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涉及到法令的變更 法令的變更 就如你所說 剛開始其實法令因為時代的演進 所以法令是最低的標準 最低的標準 但是因為時代的演進 加上人權的保障 所以要對人民更多的保障 把以前的最低標準提升了 所以以至於法令的變更 那法令的變更基本上 他跟性愛保護原則沒關 但是也有關 所以你 但是你講的是無障礙空間 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基本上 因為當時注意 你當時依據建造 核發的 建造 依據當時那個相關的法令 像建築法 你行為時 重點是 還有一個第二個觀念叫行為時 你去到行為時 你去申請建造是不是行為時 申請 之後去申請使用到核定 使用到下來是不是行為時 所以我們假如說有某個建築行為時 我們像寶貓來 差不多九年前十年前做的事 所以行為時是這樣的法令 但是因為事後的法令變更 造成你的利益損害 可能某部分是有性愛保護原則的使用 但是你舉例這個沒有 因為它是從最低的標準 你都信賴蓋好了啊 我不是拆你房子 注意 這個案子不是我拆你房子 假如說因為你信賴建築都建好了 都蓋好了 結果因為 它當時不是你建商 謊報 不是這樣提出不實資料 沒有不值得信賴 信賴不值得保護的情況下 照正常要拆建築物才有 至於說因為法令的變更 所謂無障礙設施的標準提高 那是因為法令變更 對不對 是對民人民的保障 所以基本上 這部分無從去享受信賴基礎 注意 沒有喔 你是無障礙空間 因為當時設計到提高而已 注意 不是要參與房子 只是叫你依照新的法令 注意 注意 法令的變更原則這樣 是向後生效 從生效日期向來 這叫做不數極既往原則 要數極既往為例外 就是要法律有明定 數極既往才可以數極既往 但通常法令的修正 法令的修正 都是以不數極既往為原則 就是向後生效 對不對 所以 他是向後啊 所以 無障礙空間法令的變更 當時從 假設 A標準提高更好的B標準 他只是針對你現在房子做改善修正 以符合新法律規定是向後生效啊 他並沒有數極既往 他是現在叫你馬上依照新的法律去改善法 那你這個無障礙空間 談到信奈基礎 太遙遠一點 因為你 你如果是建造蓋的啊 我又沒有參與 所以這個案子有時候無障礙空間 是因為法令變更 標準的提高 造成說你要依照 法律不數字去往為原則 去叫你改善 這是兩回事 這兩個有差異的 因為這就是我就覺得 讓人民有些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 我們買這個房子 照你講 當時買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因為你法令改變了以後 然後變成是 我必須要配合法令 我要震懾東西 但是你要求我震懾東西 其實你應該是要輔導我來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說 你不做 我要罰你錢 沒有 趙政堂依照 這個我跟你講 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依照行政 我們行政機關在做行政行為 依照行政行為的時候 除了這些 你講說 刻北法 依照無障礙公相關的法令 要求你改善 或者依照建築法相關 新的建築 新修正的法令 叫你改善的時候 其實 除了刻北法 這些 刻北行政法的規定之外 就像都市更新 依照都市更新條例 建築法這些個別 其實行政程序法當中的 一般法律原則也要適用 例如 這個案子 比例原則有沒有適用 有啊 但是不能只是考量說 要求你一定要限期改善 不能罰你 比例原則 要不要適用比例原則 我所謂的比例原則中間的損害最小原則 我要不要先勸討 要不要讓你有改善期間 要不要輔導 尤其是新的法令 剛發布的時候 行政機關要基於比例原則 不能直接適用到 刻北行政法 就要罰你 一定要考量綜合比例原則 讓人家有輔導期 讓人家要輔導他 來有試運期 還加上行政程序法當中 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你假如說有法令的變更 有法令有變更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你要做 夠度設計 夠度機制的設計 信賴保護原則也要適用啊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你要有法令的變更 對人民不利的時候 要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要有夠度的設計 這是大黃輝也是出來的 所以你的重點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要不要給你夠度的設計 要不要一記比例原則輔導你 但是怕的是說 他輔導起過 沒有他們這只是一紙公文啊 沒有 他所謂夠度設計 夠度的設計 夠度的設計 夠度的機制 是在法令 剛實施那幾年 自己說 之後 他可能不會做這個設計 但是重點是說 縱使是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夠度設計 法令編跟 法令朋友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是不是要給夠度設計 那另外一個說法 行政機關在做行政行為的時候 包含特別行政法 也要考量行政程序法當中的 相關的法律原則 譬如筆約原則 所以同學講的這個案子 我認為行政機關要基於 行政程序法當中的各個法律原則 還有加上特別行政法相關規定 去做妥善的處理才對 要給你輔導 發現說你們真的不懂 我要輔導 我要跟你解釋 解釋完之後 而且要叫你如何改善 這樣才對 跟你一個明確 具體明確跟你改善 這樣才符合比例原則 對不對 這樣答法就對 所以你這個質疑是行政機關 用法 認識用法 尤其用法就是只懂 特別行政法 不管你行政程序法的比例原則 不管你兩公約 不管你憲法 不管你到晚會議解釋 才造成這樣的結論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通病 更扯公務員只看起來是 有點奇怪 因為喔 如果今天如果我們說 我們是一個對外的譬如說 商辦大樓啦 或是一個營業場所啦 因為你變成是很多 都是各方面人都會來嘛 各社 行政社人都會來嘛 但是我們只是很單純的 一個司機戶的一個 住家 這 都是 都是住家啊 我們怎麼莫名其妙說 接到說 我未來 或許 十年甚至二十年 甚至永遠不會有一個說 有眼睛看不見的 或是行動不變的 或是行動不變的 來我們社區 來暗門名說要找誰 照理講 你要找誰也是 會通知到家裡的人來啊 說我要來找人要來訪問你啊 或幹嘛 你才會來嘛 啊來你也是要找到人才有辦法進來嘛 你總不能說 沒有人 一個問了一個 不知道是 什麼時候會出現的人說 叫我們要花多少錢來搞這些設施 我就覺得 當然啦 友善社區我們也願意 但是我覺得你們 你的友善社區 就是像你講的 要有輔導 然後你要來 跟我們講怎麼做 甚至我們當時打電話去問 問那個 專門在做這個 那個所謂的 建築事務所 因為我們 要寫計畫書什麼什麼的 我有去問過 但是呢 建築事務所說 你們部數這麼少 多你們顧不起 少 我們不願意做 你們就是這樣自己來 就叫我們要自己來 他說 我知道 你們這樣部數少 那你們就只好自己去跑 跑去找新北市的那個公務局 你去請他將你怎麼做 針對這部分 針對這部分 在法律上剛才老師有講 但是這個意見 剛剛我們同學 或者是說 我們那個提問人 提問人 提問的意見 希望說相關主管機關 能看到這個東西 能看到他的意見 這個是實際上所發生的問題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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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說 建築師 太少錢 他不願意做 叫公益大廈管理委員會自己做 叫設計自己做 然後你們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又不輔導 又不質疑 比例原則 有行政程序去把相關法律原則來輔導 那只會一直發文 叫公益大廈社區或管我一直改善 其實這個問題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就是全台灣公益大廈 這是實際的問題 針對小社區 就會有這個問題 建築師 不願意幫你設計 願意改善 但是 建築師 不願意幫忙 我們怎麼辦 請問 這些主管機關 這些主管機關 相關公務人員 請問怎麼辦 我們已經跑好多次了 我們已經跑好多次了 你看 跑好幾次 我兒子是面建築 他也幫 公務人員是幫人民解決問題 現在 我現在就是只好做 因為剛好 我也是今年卸任 剛好跟這邊一樣 今年卸任 然後我就是跟我兒子講 說 我們把第一次的計畫書丟進去 再來 就是要給下一屆的主委 因為我們沒有總幹事 我們就只有輪流當主委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實際的問題 那他有什麼問題 沒有 剛好是 談到這個 突然衍生到這個 想到這個問題 這個你講的問題 將要有涉及到比例原則 涉及到性愛保護 性愛保護原則跟法令的變更 所謂的過渡機制 然後也涉及到說 行政機關的相關的公務人員 在適用法令的時候 不要只看到特別行政法 這樣說你講無障礙 那相關的辦法 也要考量行政程序法的適用 所以不要只看特別行政法 那一條條文 或那個法規 請你把行政程序法 相關的法令 還有兩公約 憲法 大王會議解釋 統一用好不好 不要只看解釋函 OK 變老名了 變老名喔 真的很老名 沒有我們今天就結束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